弟弟到我这里来玩吗 还有跟我发小聊家常吗 他说我昨天还在那个 谁家 姓王的那家去 我说哪个姓王 他说你知道的 以前跟郭队一起住个室的 就是说了这一句话 他就不耐烦了 他在吃饭 他在吃吃 快吃快吃 不说话了 怎么样子怎么样子 不准说话了 什么哥了解了的 离他婚这么多年 还叫他叫哥了 怎么怎么 这个哥指的是 是你前夫是吗 对对对 这是我的前夫 就那生气了 生气了 我弟弟说不吃 他吃什么饭吃 饱都饱了 我弟弟也走了 我弟弟说 我再不到你家来了 他说姐 你是找了什么样子的人呢 他说脾气一个比个 他说以前 你跟张杰的爸爸在一起的时候 他从来不敢 现在跟你发个脾气 我就特别生气 我说你做这个事 过去你别人来拜年 你说这个话 我说想要他道歉吗 他说不跟我道歉 他觉得还没错 我生气了 我就拿了杯子 在地下割肤碎 他说你什么意思 我说我没什么意思 我说我不想跟你说话 他跳起来了 又跳得特别厉害 12号闹的 到了24号那一天 他跟我道歉 我就不理他 没说话之后 他说我改 我改 我真的是要改呀 我每次跟你说话 每次跟你扯了皮的时候 我真的好后好后悔 他说他改不了 我就想那个分手 他老是不分手 我说我这次真的是不想跟你过了 他说你放心 我保证改 他说冲到厨房 我也不知道干嘛 冲到厨房 拿个刀子 拿个什么 放在厨房 你剁了一下 他也挨我一下 我吓死了 我到那里看手指 他就剁了 表决心给你看 对呀 他改呀 他改不掉的 他真的还是改不了的 反而会更害怕是吗 对 我真的害怕 真的 姐姐 怎么这么 这么冲动 说他前夫的话 确实他是喊了哥 我就心里就有点不舒服 在他离了婚这么多年 我说还喊哥 我哥在这里 你还喊别人喊哥 我肯定我是有点不舒服 我说你没有把我当你家里人 但是我没有说什么 我说吃饭吃饭吧 算了 你是现在说的吗 吃饭吃饭 说什么话 说什么话 不说了 吃饭吃饭 就这样样子的 好 这个态度是不是这样 就算你说好 就算你说的这样 我也没把这放在心里 说实话 我很多事 我都是认为 没多大个事 我就过去了 他出来 他就不理你 不理你 就是要跟你分享 我就跟他解释了好多 也跟你赔你道歉 什么什么的 他就是不依不劳 不依不劳 你这样的人 把我亲戚全部得知光了 我跟你过什么了 过 逼得没办法了 不依不劳好多天 我说 就是表决心吧 就是说 我就把我那个指甲就剁了 他也是把我弄到医院里去了 人家医生呢 叫他签字 他不签字 他说不是我老婆 我自己把字一签 我说你既然这样 带我 你一点责任心 完全把我 我要死 那你不把我 掉到马路上去 你有我的责任心 没有啊 几次就想跟他分手 说他说的话 车子皮想跟他分手 我是真心想分手的 不是为吓唬别人的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 他不分 我说没办法 我这次是下来决定 是想跟他分手 我说想起来恨我 四年来 胡先生始终想要领证结婚 获得丈夫的身份 可是杨女士却宁愿让胡先生恨自己 也要达到分手的目的 可见他离开的决心已经非常的坚定 今天的胡先生显然也已经感觉到了 所以他再次提出30万分手费的要求 你要分手可以啊 你给钱我我走啊 这让杨女士很是生气 我早就不想跟他过 我说他要跟我过的 他愿意为了付出的 你说你为了付出了 之后以后实在过不了 你分手是不要 警察跟我的一起过的了 我这没有安全感 不想过 一个希望好和好散 一个索要30万 他们之间究竟该如何达成一致 在这四年的感情纷争中 究竟